OpenBNB论文速读第八期来了 本期家号带领大家速读的论文 在ChatGBT推出一个月以前 介绍了大约模型涌现能力的发现过程 让我们跟着清华大学NLP实验室的领读人胡申鼎 用脑图15分钟读完这篇论文 大家好 欢迎来到OpenBNB论文速读的第八篇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篇论文 叫Emergent Abiliti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然后这篇论文是去年的10月份 放出的一篇论文 是Google Research和Franf联合推出的 然后在这篇论文推出之后五天 ChatGBT就放出来了 就让大家真正地看到了大约模型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节点 我们去看一下当时的非常前沿的研究者 是怎么发现Large Language Models 它有一些非常惊人的能力 他们称作涌现能力 作者的话是一个Jason Weigh 是Google Research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然后他做了很多的大模型scaling 就是说把它规模扩大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这样一些工作 然后他同时还是inverse scaling的发现者 就是说大模型随着规模越大 反正这个效果可能有些任务上会变差 论文的二座 他也是Google Research的一个 非常资深的一个研究者 他除了研究scaling的工作 他可能还做了一些efficient transformers 比如说这个transformers 怎么计算更高效 这样一些工作 克西良是斯坦福大牛的老师 Jeff Dean他是Google Brain的leader 反正是非常大扭的这样一个作者团队 一篇工作 他这篇工作 其实只有一个事情 是在大语言模型下 他发现了这样一种涌现现象 涌现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等会儿会具体给出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先看他的这个abstract 他说就是在我们scale这个语言模型的过程中 这个模型的loss 随着模型不断增大 它是一个可以预测的 慢慢降低的过程 越大的语言模型 它可能loss会越来越低 但是这篇论文 他去研究了一个不可预测的现象 就是有些downstream task 就是下游任务的能力 他在小模型上 可能表现都是随机 突然到了某一个规模 他表现就大幅的超过随机 然后在这个规模之上的模型 都能够做这项任务了 也就是他不能从小模型的性能进行外推 然后他也研究了 能否继续扩大模型 来获得更多的涌现能力 这是他的摘要 接下来看一下什么是涌现现象 涌现现象 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名词 在1972年的时候 有一篇论文叫more is different 其实也就是一句话 叫量变引起质变 当你这个系统的个体 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产生了一种群体的现象 这种群体的现象 再也不能从原来的个体现象 进行推植 可能你得需要一个新的学科 或者一些新的定律 来研究这个整体的系统 大模型中其实就是 有这样一种涌现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定义 就是小的模型里面 这种能力它是没有的 但是在大模型里面它是有的 然后这种能力就被定义为 涌现能力 这个能力可以理解到 物理学里面的相变 就比如说冰在零度以下 它是固态 然后它到了零度 水分子就活跃起来 然后变成了液态 我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实验框架 它这篇论文 其实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因为它们是Google Brain 可能拿到非常多的 我们拿不到的这些模型 它们把这些大模型 都给跑了一遍 就在各种测试任务上 跑了一遍 画了很多测试的结果的图 然后进行了一波分析 所以它们主要是做了 两个方面的实验 一个是Performance和Flops的关系 一个是Performance和Model Parameters的关系 这个Flops就是说计算量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 有一个数据通过了这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的参数要进行计算 假如模型越大 进同一个数据 它的Flops越大 假如同一个模型 进更多的数据 那Flops也越大 Flops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它没有做这个Performance 和训练数据级的关系 因为训练数据级 一个是不公开 第二个是 不管你小模型大模型 可能大家都在同样的一些 公开的数据上进行了训练 所以这个研究起来 可能不太具有可信度 它在实验的介绍部分 还叠了个假 就是说这个Emergent的 种线这个能力 与很多因素都有关 这份文章并不是说 到了哪一个Scale 比如说到10B 20B 它就会出现这种Emergent 这个是它没有分析出来的 而是说它这种Emergent的现象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 可能在这个模型上10B 那个模型上它是50B 大概是这样一层假 然后它进行了两组实验 第一组是种线能力 在数据级上的实验 它找了很多的数据级 比如说像第一个 A这个图的任务 它是说单位数加法 两位数乘法 这样一种数学的数据级 B这个任务 它是从音标里面 复原出原来的单词 C是从乱须的字母里面 复原出一个完整的单词 D是一个小一种问答 E它故意标出来 GP3回答不了的问题 它看看模型在这类问题上 是不是也有涌现 大概是这样一些 听起来可能就对现在模型 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些数据级 然后它就做了这样一些图 发现这些Task 在以Future形式展示之后 都有Emergent的能力 Future的意思就是说 我给这个模型的输入 是Task的描述 再接上了这个Task的一些的样本 就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他 你要做三位数加法 然后我给了他两个三位数加法的例子 让他做一个新的三位数加法 这个是Future 在这些任务上 都是有Emergent的现象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 就是数学能力测试 三位数加法这个任务上面 紫色线是GP3 它们的倒数第二个规模 以下性能都是0 然后同样的这个Lambda这个模型 在这个规模以下 也全都是0 到了这个规模 第一次直接升到了10 然后第二次直接升到30 在这个地方 它就有一种跳变 这个第二个任务 就是从读音 复原 文字 它也是在小模型上几乎是0 然后到了一定的规模 直接跳变 然后其他几个图 也基本上呈现一个相似的情况 有的任务 它可能再早一些就跳变了 比如说像这个Truthful QA 在12次放这个时候就跳变了 在H这个任务上 它只有到540B的POM那个模型 才发生了跳变 除了这个数据集 它做了第二个实验 是增强语言模型能力方法的涌现现象 它不是去研究某个数据集 某一个Task 它会不会有涌现 而是它研究了这一组方法 可能对这组方法 对小模型不Work 但是对大模型 它是Work的 左边这个图 它展示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Instruction Tuning 一种是Chain of Thought 在没有这种方法的时候 这个模型 做GSM8K这个数学数据集的时候 它是一个平缓上升的 这样一种趋势 在小模型上 这个方法丝毫不起效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甚至比没有这种方法还要低 但是一旦到了10到22次方之后的量级 这种方法一下就起效了 然后就能把这个数据集上的性能提升非常多 Instruction Following 这个方法也是一样的 它在小模型上几乎不起效 只有到大模型上也起效 像Scratch Pad Scratch Pad 类似于一种打草稿的过程 比如说我现在要计算15加16 我不是直接让它输出等于31 而是我让它输出注视计算 比如说5加6等于11 然后这是要净位1 我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草稿本上 之后的模型 它可以看到这个草稿本上的内容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生成 这样一种方法 在小模型上也不问 在大模型上 10到20次方以上 就一下子就起作用了 模型校准的话 就是在模型的概率输出上 进行一些处以鲜艳的操作 然后这样一些操作 它在小模型上也不是很work 然后在大模型上它也work了 然后它其实不止这四个图 它其实还研究了一些 现阶段对大模型 做的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 比如说Differential Search Index 这个是检索领域的一个方法 然后比如说像什么 List to Most Prompting 也是一种Prompt Tuning的方法 比如说像Asking Anything Prompting 这些都是一种大模型有效的方法 然后它发现这样一些方法 你让它起作用 都是有一定的预指的 然后这个可以让我们 然后进行一种联想 就是我们可能两年前 比较新鲜的这种Prompt Tuning技术 比如说是像Parameter Efficient Tuning技术 这几种技术 其实它也是模型 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 大家才发现有这种技术 之前没有发现 就是因为之前这种技术 它不work 就是这些方法 其实都是随着模型规模的 扩大的一种涌现 这篇论文进行了这两个 主要实验之后 它就开始进行了一些讨论 讨论也比较有意思 它提出了两种假说 就是Emergent的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 第一种是这个叫多部能力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进行一个复杂任务 比如说像我多条推理 比如说像做数学题 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 不断地推理的这样一个链条 那这个链条里面 你每一个链条 你比如说正确率 你达到90% 那你最后整个这个完成 可能还是正确率非常低 但是你比如说你每一个能力 它能达到95%或者98% 那它这个正确率就会一下子上升 因为它比如说多部 那这个正确率的起现可能是X的 比如说十四方 二十四方这样一种指数函数 所以它在某一个规模上 有一个急剧的上升 可能是这样一种现象 导致了这种Emergent ability 但它自己也反驳了自己 就是它不是所有的这种 有Emergent ability的数据 都是这种多部的形式 至少不显示的都是这种多部的形式 而且比如说像那种方法层面的Emergent 这个更不能用这种多部能力说来解释 那种它提出的一种假说 叫指标缺陷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评价指标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用Exact Match来评价 就是完全匹配来评价 那它可能生成的东西 虽然在某一个规模之前一直都不对 但是它可能是越来越接近我的答案的 这时候你就用一个01的判断标准 可能把之前的那些 在小模型上的逐渐的性能的累积都给忽略到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Emoji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只从最终结果上看 只有到128B的模型 它才完成了这个Task 那如果是用完全匹配 那在128B之前性能都是0 在128B之后性能就是1 所以是一个跳变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看 它们每一个规模上模型的输出 我们会发现2M的时候 模型完全在乱说 它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Task 到了125M的时候 它知道它是要说一个Movie的名字了 到4B的时候 它猜对了一定的这个Emoji的意思 然后直到128B 它把整个这个名字给猜对了 所以虽然指标上是0到1的突变 但是它实际上 它的模型能力是在逐渐演进的 这是一种假说 但是这种假说 它自己也进行了一些反驳 就是这种假说 它并不能解释 为什么中间这些细分的指标 它会逐渐地变好 以至于在某一个节点 集中地达到了一定的预指 然后导致了涌现 这个是它们不能解释的 另一方面是一些不使用ExactMatch 比如说我直接使用多项选择 这样一些Task 这个也会有Emergent的现象 就是说它提供了这两种假说 但是这两种假说都不够完美 可能需要后续的工作继续去研究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它也指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交叉伤的损失 它不是Emergent的 而是在逐步下降 交叉伤的损失 就是说我的正确答案 从语言模型预测下一个词的概率来看 它是逐渐下降的 这就非常奇怪 就是你这个正确答案的概率 在逐渐下降 但它指标上却没有下降 而是到了某一个过程中 这个指标突然跳变 这个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地方 它第二个讨论 类似于对Emergent的一个乐观的看法 就是这个Emergent的预指 可能会越来越小 可能在之前只有GPT3 只有Lambda的这样一些模型的时候 人们发现在BigBench 这样一个非常难的Task上面 即使是100多B的模型 它可能都完不成 但是有些基础技术的进步之后 比如说像PAM62B 在这些任务上 它就能够取得一个非随机的结果 就是这个Emergent的预指逐渐变小了 作者的预期是 如果有更干净的数据 更好的训练技巧 更优秀的模型结构 都可以让Emergent的预指越变越小 然后这篇文章最后指出来一些未来方向 比如说我们有了Emergent的ability之后 那我们预期就是我们继续扩大Model Scale 现在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Task 比如说严格的数学推理 比如说证明一些数学定理 可能到了某一个Model Scale的时候 它就会涌现出来 这是一个相当于给大家加油骨气的一个看法 另一个方向是一些新结构的Scaling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几年之前没有大模型的时候 大家在结构上的创新是层出不穷的 比如说给Transformer改进一下 然后比如说LSTM 然后可能还想挣扎一下 看看能不能超过Transformers 但到了大模型之后 因为大模型这种性能的碾压 它们都失效了 这种其他结构 或者说我们之后研究出来的一些新结构 它是不是具有一个Scaling的可能性 或者说它Scale了之后 会比现在Transformers更好 这个也是值得研究的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数据的Scaling 这个是这篇文章完全没有研究的一个点 就是如果我们同样的模型 我使用更多更好的数据 能不能让这个Emergent来得更早 第四个就是理解这个Prompt机制 其实大模型它因为不太能够微调 现在对它的很多的研究都是基于Prompt的 那不同的Prompt方法 涌现的节点也不一样 那是不是预示着 它们这些Prompt在机制上有难或易的区别 第五个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更前沿的Task GPT4现在在很多的Task上面 已经超越人类了 我们想要让它继续改进 研究一些更复杂的 更高级的一些能力的Emergent 我们就需要更前沿的 更困难的Task来指导它 第六个可能是最难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要去理解Emergent的基地 甚至创造一个新的学科 一个新的领域来解释这个现象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 这篇论文的优点有很多 比如说它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了Emergent的现象 并且进行了实验 然后它做了充分的实验 表明了该现象在各种数据集上广泛存在 它甚至用第二个实验验证了一些方法上的涌现 然后它提出了一些解释该现象的观点 并且它对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引发了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改进点的话主要也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只知道有Emergent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Emergent 这种现象 这个是留给大家之后可能很长时间的一段探索 第二个是它的实验 它没有自己去模型 它实验采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模型 比如说像GPT系列的 Lambda系列的 Palm系列的 在这种基于已有模型的观察性实验上 它是无法得出哪种数据 对哪种计算量级有Emergent的贡献 我们要真正的去研究这种Emergent现象 可能得做一些类似于因果干预的这样一种操作 就是我们把某一些训练的setting给它改掉 看看这个Emergent现象还有没有 从而推理Emergent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的 欢迎大家关注OpenB&B公众号 来获取本次论文速读相关资料 以及更多资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